最新一期的妻子的浪漫旅行播出了,作为一当妻子外出旅行,丈夫在棚内观察,夫妻隔空对话的治愈类节目,她一开播就受到无数观众的喜爱,毕竟伴随着8709时候的结婚,大家都处于对婚姻的摸索状态,而节目中四对夫妻子是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婚姻相处模式。 谢娜和张杰是结婚多年,依然恩爱如初的嘉宾,宁儿和父亲伯伯是新婚夫妻,他们之间还需要更多的磨合,英采儿和陈小春已经结婚几年,他们都对婚姻有着自己的理解,并且能够包容忍耐对方。 而程绿莎虽然为了郭小冬放弃了事业,失去了自我,但是看得出,她其实被郭小冬保护得很好,而且她也非常幸福和心甘情愿地爱着郭小冬。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,四个明星辣妈依然是在墨甘山中,他们也在慢慢的熟悉中,既然来到了墨甘山,还是要吃饭。 于是程绿莎负责开车带大家去餐馆吃饭,席间程绿莎挤刹车,吓得颖儿和谢娜都张大嘴,吃完饭后,他们来到了一个扩展公园,进行极限挑战。 期间谢娜一直主动要求第一个上场,为的是给达到颖儿信心,没想到颖儿最终还是为能走到终点。 颖儿透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,而且她表示已经在妈妈了,不想那么逞强,看到颖儿这副模样,谢娜主动表示替颖儿完成任务,夜幕降临。 他们回到别墅中,已经都筋疲力尽了,但是他们还是玩起了真心,画大冒险,玩好游戏后,四个明星辣妈都回到屋里休息,毕竟是第一天出门, 难免会计划家里的宝贝,尤其是颖儿和谢娜,因为他们的孩子真的太小了,才产后六个月,真的非常的不容易。 谢娜和双胞胎女儿视频,还唱起了颖儿歌,轮到颖儿,她和女儿小月亮开始视频,一会,就开始眼泪直流。 颖儿哽咽表示,月亮,妈妈一会没见,你就想你了,花音刚落,颖儿伸手抹了抹泪花,此时棚内的父亲伯也眼眶半红,随后电话那头传来了婆婆的声音。 婆婆说了一句话,月亮也想妈妈了,妈妈早点回来。 听到婆婆这么一说,颖儿立刻表示妈妈就回来了,妈妈回来,你要记得妈妈吧。 婆婆说的这句话,也不露了婆媳关系,说明颖儿和婆婆的关系还是十分的好。 相信看过颖儿和父亲婆的恋爱真人秀节目就知道,颖儿的婆婆是一个很温柔的老人,声音也是柔柔的,而且婆婆也非常喜欢颖儿。 毕竟儿媳妇也是为了工作,产后六个月就出远门,婆婆肯定也是心疼的,婆婆这么说,也是为了让颖儿能安心和开心,瞬间为颖儿也为好婆婆而开心,是不是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